又小本于小本就是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在禁宗是大本 小本是阿弥陀经 跟华严经合起来呢 华严为大经 无量寿是中本 阿弥陀经是小本 这就是把禁祖宗提升给华严平等 华严是圆敦大法 说明这个经也是圆敦大法 小本的经体 原来的经体 如等众生 当心事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佛所护年间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体 就是阿弥陀经 那 华严大士 有智慧 他翻译 不用这个 原来的题目 就用阿弥陀佛 名号做题目 叫阿弥陀经 这个用得好 用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经 这个佛号 这个法门 是一切祝佛所护年的 所以我们念这一声佛号 就得一切祝佛 护年 你得真正相信 你真懂 一点怀疑没有 为什么呢 一切祝佛的名号 总的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祝佛的名号 一个也没漏掉 你把这意思懂得 你就晓得了 阿弥陀佛 完全是 繁文 音译的 翻成中国 阿 翻作五 弥陀 翻作量 佛 翻作九 那中文的意思是 无量觉 无量觉是谁啊 是佛啊 哪一尊佛 都不是无量觉 统统是无量觉 所以这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就把所有一切名号 统统念到了 一个也没了 一切祝佛 所说的一切金法 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无量觉 所以三藏十二部 在印度所积极的 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 菩萨 所说的一切金点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 念这一句佛号 所有已经都念了 一步没漏掉 所有佛都念到了 这叫布可思义 世尊给这个金 起了个名字叫 称赞不可思义 称赞不可思义 谁称赞 一切祝福称赞 一切祝福 知所乎念 这释迦摩尼佛 恳切地告诉我们 劝我们呢 应当相信 接受释迦摩尼佛的教会 细说 极乐世界 就是无量寿命 六说呢 就是 阿弥陀佛心 那不但是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他告诉我们 祝福所说 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 讲经教学 没有不讲弥陀心 没有不讲无量寿心 没有不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是以极乐大使 洪花释放 先劝心为首颖 首先 劝人 就是要劝他相信 为什么要相信 要把这个道理 讲清楚 讲明白 真难相信 我学府 学了三十年 讲到华严经 才完全接受 接受没干 到八十五岁 我把华严放下了 华严没讲完 不讲了 专讲 这一部经 这个注记 为什么 这个经跟注 是花言经的精华 读这个经 学这个经 就不必再去找花言 花言太大了 我过去讲的详细 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讲到十注片 粗注 二注还没讲到 讲到粗注 那是全经的五分之一 那 注意能想到 像我那样的进度 把一部经 讲完 需要多少时间 两万个小时 那 现在大学 有哪一个 课程 有两万小时 华严经 需要两万小时 不容易 我是怕回 回头的时候 将来这一生 不能往生 还搞六道 那就 真错了 赶快回头 还来得及 我记得 我转 转来的那一天 是清明节 85岁 清明节那一天 我做了这个决定 那把华严 停了 专家 无量设计 专家 这个可处 啊 这个可处 难度 一切中心 让我们对 静重 升起信心 升起愿心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赚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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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